今天那麼顏色,那麼可愛? 當然,今天我們介紹的耳機非常顏色 我當然要帶一頂顏色一點,不要來襯 Hello,大家好 歡迎收看耳機系音樂人,我是古老明 我是小海 CAM FIRE AUDIO 大家是一個很熟悉的牌子 如果大家不熟悉耳機 CAM FIRE AUDIO是近10年其中一個最出名 最多人用的耳機品牌 是美國的耳機品牌 因為這個品牌深受耳機的發燒 也很喜歡 我相信不少耳機是音樂人 即是玩音樂的朋友都有用過耳機 特別是六仙女 大家如果說到CAM FIRE AUDIO 一定要說Solow Room 最多的幾個袋 對,還有六仙女真的有很多人用 它是一個被譽為現代女聲的耳機指標 一向給我感覺 CAM FIRE都是玩Universal 玩到極致 當然它都有Custom耳機 之前Super Moon 其實它第一版就是Custom耳機 兩年前左右已經開始發售 今次它們這個Chromatic Series 即這個系列 就是超瘋的 它全部都用了一個 跟它之前完全不同的接觸 它之前CAM FIRE AUDIO 大家都知道它很喜歡用鐵的金屬殼 這次它全部都做到像Custom 類CM的Shake 而它的Shake 也是收集了很多數據 而做出來 就會有一種Custom的感覺 當然我打開Custom 我第一次看到 CAM FIRE 為何會出現 首先顏色這麼繽紛 Leon Green Orange Purple 還有Blue 全部都是很色彩的 真的是粉色系列 很漂亮 而且是整隻CM的樣子 我可能以為 會不會是這四隻耳機是Custom耳機 不過是讓大家做一個公帽 誰知道不是 原來它有公帽之餘 還要有Custom Custom還要分開兩個 一個AudioFile的Feed 和一個名字的Feed 或者是Artist Fit 你出秀音環表演就比較長 AudioFile玩家發燒友就有短觀給你 沒有帶得那麼辛苦 但因為隔音就一定沒有音樂人那麼好 因為始終我們上到台時 隔音是很重要的 另外CAM FIRE 非常有名的 就是它的包裝 永遠都是這麼漂亮的 小學可以說一下 你每一隻都說一下 Ponderosa 它的單元配置有五隻的動鐵 五單元配置 其實我都要逐回綠仙女的配置 對 顏色是綠色 第二隻是Super Moon 是橙色的設計 配合它 就是一個14mm的平板單元 這個頗特別的 因為CAM FIRE 之前都是玩動圈 動鐵和圈鐵運行 它一開始就有一個很特別的平板 其實Super Moon 剛才說過 之前推出過的 不過是Custom版 這次終於有Universal版 不過它又不是隨便的 它是有改了少許的 在調音上有少許不同 而且顏色都改了 它之前的Super Moon是黑色 灰色 然後我有朋友做Custom的白色 它的白色都很漂亮 OK 這次的橙色更漂亮 你問我 Bonofill是一隻動圈 一隻10mm的雙磁度動圈 加上雙看室的動鐵 以及兩隻高音動鐵 就是一個圈鐵的混合 還有一個CAM FIRE 很引以為我叫TAEC的 共鳴的配件 Ponder Rose 也有這個配件 經常都說道館會令到它失真 它這就是不要的道館 就是用那塊來發出一個共鎮 即是像木結他箱那樣的東西 做一個FILTER效果令它聲更加好 而最後這個呢 CASCARA是一隻動圈單元 就是一隻10mm的雙磁度動圈單元 即是等於Bonofill的極減版 即是用同一個雙磁的單元 但其實雙磁的單元也有些不同 雙磁度在磁度加強了 所以在低頻率的表現方面 就可以用更加強勁的表現出來 而它這次的外殼方面 用了3D的打印技術 做了一個接近實心的外殼 實心的 也有CAM FIRE很特別的 Solid Body的迷宮星學道館在裏面 其實如果你說像之前空心那些 你又要搞道館 又是會搞到聲音又失真 這次它直接是一下3D打印下去 就打回迷宮 他們之前出的耳機都是說 它的殼那裡有些迷宮 令到聲音可以插得好一點 還有這個不鏽鋼的面板 其實這次你記得它這個不鏽鋼的面板 每一隻零號的形狀都不同 是的 你剛才提一提我 這隻是否那隻 然後說你看一下面板就知道 原來真的 它每一隻四隻的面板 它的形狀都不同 設計也有它特別代表這款耳機 而吹針方面也有不鏽鋼的導管 所以聲音會更加紮實 剛才你提到這麼多顏色的顏色 其實它做Custom也可以因應這隻顏色 去做Custom OK 至於如果你喜歡黑色的話 它會有黑色的給你選擇 而我這次也很喜歡它的線 因為之前很久沒有說 搭配色是必須的 它真的聽到我這件事 它連MMCXC的插位 Split 插嘴位 都是搭配耳機的顏色 我覺得是非常有心機的 你看它的包裝和配件都搭配色 有這個小的就入住耳機 大的就可以被你揹出外 袋子也好 裝Player也好 說了這麼久 快點試一下吧 小許你試過這四隻耳機 覺得怎樣 因為它在單元的配置方面不同 其實你問我哪一隻好 其實都各有不同的特色 如果我先說這隻Pandarosa 我覺得這隻它的分析力其實不錯 表現方面 它是樂器 它很平均 亦都很餓 先說說我聽聽什麼歌 最近在聽Brice's Bro的新歌叫做Yin 這首歌很厲害 這首歌最吸引到我就是它有首歌的封面 吸精當然要找大寶妹 大家有機會看看它的封面 亦都要聽聽它的首歌 首先說這首歌是一首很棒的Band San 身邊的朋友就有份打鼓 有份參與編曲 亦都是這對Band的成員之一 用這幾隻耳機去聽Band San 我覺得這隻耳機去聽Band San 爽的 它的結他很有力 在各方面它在樂器表現 人聲表現方面 它都做得很前很大 相對來說它覺得它比較平均 就會比較平均 而Super Moon 我覺得它聽Band San 它聽過阿明的首歌 這麼有力量 這麼爆發 它也表現得不錯 很出奇地想不到它的空間感 穿透力也不錯 不差 相對來說它又難推一點 只是給它夠力的話 絕對沒有問題 而Born Laffy 我覺得它聽Band San 它本來也很合適 它比Pandarosa有少許濾出聲音的感覺 就令它更加紮實 更加細緻的聲音 會出現 因為我聽這首歌 即Yin這首歌 阿明的Hi-Hat 它做一些開頭16分音符 它很集中 Hi-Hat的聲音密度高了 而Bass drum方面 踏下去聽阿明的腳 又實在了 而人聲方面它也好聽 Pastor Spoo這首歌 我覺得它很棒 它在玩這麼重型的音樂 它是唱中文歌詞 是 是唱中文 那之前也是 不過之前Scream 你不是很聽到 但這次是所有東西 你很聽到 它在歌詞的表達 是寫歌詞 和唱出來 是很容易聽到的 然後去到Cascara 它相對來說會簡單一點 如果大家喜歡聽一些簡單 不那麼複雜的話 入門玩也挺開心的 因為它簡單單聽一下Band San 聽一下慢歌 不錯的 大家記得留意Pastor Spoo的新歌 因為真的很有心 但讓你說了 我正想介紹我自己的歌 OK的 這麼心有靈犀 我們沒有合作過 其實這首歌跟我們上一首的Single 差很遠 上一首的戰骨頭 行到飛 這首歌是比較柔情的 其實是基於主音Anson的 自己玩的R&B的項目 我們把它改進去 我們將它編曲 加上一些Heavy的部分 亦都保留它唱的部分 亦都加上一些我們叫Auto-Tune的一些東西 因為我們覺得 嗯 我知道很多人不喜歡Auto-Tune 但我也知道這個Style 我們想做一些 好像有些R&B Hip-Hop的感覺 的Focal 所以就加上Auto-Tune 其實Anson是 你拔走Auto-Tune 其實他的聲音都是這樣 只是歌的Auto-Tune就好像多了一股 有一個換味 聽起來有特別的聲音 這首歌我是用Bel Brass的 就是Terminator的Snair 非常好聽的Snair 我加了一個Tambourine 在底下的chorus 我們想被人猜不到 大家有機會查看我這一隊Band 可能大家知道 《及時雨》和《Seasons for Strange》 但《The Priceless Fold》 也是我其中一隊Band 但你可以很好 就是這個Style跟那兩隊完全不同 我先說這首歌 我反過來 Cascara是一個單圈的耳機 它真的給了一種力量感 我覺得四隻裡面是最強的 如果你喜歡一些很低音的Bass 簡單直接 聽K-pop 我想Cascara會很好 高音也不是十分之差 當然你會很明顯聽到Bass 量感和能量感是很強的 而這個Bonnetville 其實四隻之中我最喜歡 我很喜歡聽樂器 我覺得樂器很好聽 Bass 即是Punch也足夠 量感也足夠 但因為受惠於它有鐵 高音那些 差聲 Snair 人聲的結他 我自己覺得都很好 所以我自己聽下去 不是我會喜歡貪心一點 我會喜歡Bonnetville這個聲音 我相信最貴是它 好像最貴是它 我真的喜歡它的聲音 聽Band Saar 我覺得它這首真的很好聽 能做到Band Saar的感覺 不說Super Moon 就是一下對比就是Hondorosa 它是全鐵 其實它有一點類似的 但像小許所說 它其實是像EQ一樣 這個EQ可能比較平坦 簡單一點 所有東西都清楚 超級易推 它反而你覺得它是V-shaped了 好像增加了Mid High 和Bass 感覺就是這樣 所以它剛才說它好像 Scoop走了一些 它好像Scoop走了那個中痕 但它是有一點味道 有一點慢慢的感覺 對 有一點味道 所以你說我喜歡聽 可能Metal 這首應該會適合所謂的 大家喜歡聽Band Saar Band Saar 問我有一個Metal Rock 我這首是很好聽的 它也有八搭 對 也很好聽 Honda Rosa 真的比較平坦 但我很喜歡它保留了那種很簡單 很清晰的感覺 它的出來感覺是很直接的 反而很適合音樂人 想聽一些直接的東西 對 這個可能會沒那麼興奮 這個就會很興奮 這個就超級興奮 好了 為什麼我不說這件事 就是這件事 最後才說 平板原來也很好聽 因為它給了你的感覺 沒有那麼複雜的東西 簡單一點 但你聽到它的東西是很盡 還有音場是很寬闊的感覺 但你不會覺得它很軟 不過這隻機 真的比起這三隻 都要推大很多 我覺得推大了是真的很好聽 我剛才用了什麼試 這次我沒有拿我的SP2000T 這次就拿到這個新的東西 新滿櫃 大家都知道我是一個藍牙M的用家 我差不多有全部藍牙M 因為我真的覺得很方便 雖然我是iPhone 但我的確覺得藍牙M是不錯的 有很多朋友問我 用那條J仔好嗎 不要用J仔 買藍牙M真的好聽很多 而AK之前推出了HB1的藍牙M 我想試很久了 今天終於拿到上手了 我用了它來試完這四隻機 我剛才說 Super Moon是比較難推的 其實我測試過 它是比起我用過的所有藍牙M 都要大力 好聲和分析力好很多 所以大家未試過 就馬上要試一下這個HB1 即是強推 先說一下Campfire這些耳機 你問我這隻 合不合在甲盤上使用呢 我對它有一點質疑 我相信如果你說鼓手 還有Bassie Bornaville是用來製作 Earmon應該都不錯 人聲可能都是Ponda Rosa Super Moon的感覺是挺不同的 Cascara也有一種單圈耳機 你會猜到大概是甚麼聲音 反而Super Moon很猜不到 因為它想做一種很梳理很輕鬆 因為我自己的感覺 如果我們用來玩音樂 反而我們會放鬆自己 真的享受聽歌 它這個是很好 因為它是一隻平板 它在人聲方面表達得很清新 很有味道 而樂器表現方面 它也不會覺得它炒 反而很清 OK 分析力也很好 所以其實你說 雖然我說我自己比較喜歡紫色這一隻 但其實你問我 我覺得四隻裡面 聲音最特別是反而Super Moon 我自己覺得 Campfire這次的改動也挺大 因為它不用鐵殼 但你問我 那個分別是否很大 我覺得它又不會失去之前的感覺 因為Campfire很原油的味道 沒有鐵殼 我覺得如果喜歡Campfire的朋友 又一直想做它的Custom 我覺得這是一個機會 我想它是特意選擇 用它最受歡迎的耳機的DNA 就放進去 之前Super Moon推出過 這個就像仙女一樣 這個就類似Solaris 這樣的聲音 這個就可能像之前我們HoneyDuel 那類單圈簡單單的那些 但又可以做這個Custom 我也想說一下這條線 這條線我也覺得蠻好 4.4 這條線比較特別 Campfire它的主公司是ALO 是很出名的做線材公司 記得我之前說過 我第一條人生第一條貴的耳機線 就是ALO 是銀線 大明那時就借給我玩 其實那條線雖然是硬一點 但它的聲音其實真的很厲害 很有勁度 分析力高 是的 整隻耳機已經撐大了 很誇張 很恐怖 線材方面也有進化 這次的一個平線設計是很特別的 因為它四條平線 就不會有交代的干擾 所以它引起的磁場干擾方面 是最少的 但為何其他公司又不做呢 因為可能收納問題和外觀 因為現在很多線的積法 顏色配搭 或者不同的積紋 可以看到它裏面的結構 相對來說 平時看起來沒有那麼高級 但它很實際 但有些攪線做出來就很漂亮 很高級 會令你卡的很吸引 可能顏色鮮艷 已經看到已經開心了 再加上它四種不同的聲音 還有一款適合你 而且還可以做Custom 亦都是在美國製造的 這樣是非常有誠意的東西 還有包裝 袋那些都是 所以喜歡一些比較有品牌耳機的朋友 如果想追求的聲音 都可以考慮一下 如果是Campfire的粉絲的話 更加要試一下 我自己也真的挺喜歡 Cromatic Series這個系列的耳機 如果有機會也想試試做Custom 要的了 我得理你 它對於這個顏色已經… 我非常喜歡這款綠色和橙色 新年了 機會 稍後再跟大家說 好了 好了 拜拜 我愛說抱不太後果 迎著時光… 我以為大家可以說